霍华德在这场比赛中重新成为了主力 亚当斯在篮下得分 詹姆斯在篮板上投进3分 蒙克在布拉德利和詹姆斯的帮助下完成了3分 莫兰特3分 安德森 贝恩 胡人队在詹姆斯和布拉德利的配合下 继续发挥出色的跳投 最终以9比0的比分 胡人队以23比11领先 莫兰特接二连三的进攻 威少的中投和3分 泰厄斯琼斯的中投让第一节的比分变成了23比30 第二节杰伦杰克逊和凯尔安德森的配合 让灰熊队以37比41的比分领先 威少和詹姆斯联手9比0 把比分拉开到13分 莫兰特发挥出色 以一截之力拿下全场9分 将比分扩大到48比54 第三节 詹姆斯一记漂亮的跳投命中7分 莫兰特对标下7分 蒙克的3分 霍华德的扣篮 詹姆斯和蒙克的3分让胡人队 以80比66的比分领先 杰末莫兰特和杰克逊 以7比0的比分结束了比赛 三节结束 比分变成了78比83 第四节 克拉克上篮 贝恩投进3分 将比分追平 威少得分 詹姆斯第7次3分 他的第6次得分达到了30 随后 他在威少的帮助下 胡人队以90比84的比分领先 贝恩 莫兰特 琼斯连中3分 灰熊反超 随后 莫兰特又命中3分 在第6分中 灰熊队以96比92的比分领先 随后双方都出现了失误 莫兰特在4分28秒 再次命中3分 将灰熊队追至7分 詹姆斯在篮下得分 随后又是3分 莫兰特在自己身上完成了一个突破 拿下了本赛季最高的41分 蒙克上篮得分 但是詹姆斯的跳投没有命中 布拉得利的3分被封 琼斯在最后6.7秒的时候 将詹姆斯截住 莫兰特27投13中 其中3分7中6中 其中12中9的罚球 得分为41分10板2段2盖冒6次 杰克逊15分3段 贝恩20分 琼斯4分7次助攻 詹姆斯3分14投8中 拿下37分13板7次助攻5次 威少16分10板12次 5次失误 蒙克15次 5次